大概20 21 24的時候就買了我第一支錶 但那時候會開始買錶的原因 是因為認識一群 有在收藏錶的朋友 他們就一直跟我說 買錶不是花錢 是投資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棒喔 然後我就買了我第一支錶 在朋友的洗腦勸敗下 明明自此踏上錶坑這條富貴路 近十年的收藏歷程間 不只宣錶風格大不同 更記錄著他先進上的轉變 所以妳22歲買的第一支錶是什麼 就是佩娜海 然後但這個是我買的第二支佩娜海 我買的第一支是黑面的 就是比較基本款 我覺得當時會有這麼多錶 會想要買佩娜海的原因是 因為我真的覺得男女可以共戴 就像我小時候 某一年的父親節 我就是送我爸爸手錶 然後那支錶我爸就是狂戴 戴到現在都還在戴 我就會覺得如果 畢竟一支錶也不便宜 但是如果有一支錶 我們是可以一起戴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就很有購入它的動力 像我有兩支佩娜海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支 勞力士是黑水鬼 就是都是很中性的錶 是男生女生可以一起共用 可以戴的 我覺得從我的錶 就滿可以看到我個性的轉變 因為剛開始買錶的時候 我真的都很買大錶面的錶 那時候我就心裡覺得 我這輩子絕對不可能買這種秀氣的錶 那不是我 就一直很抗拒 像這一支Carnier的錶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它很經典 但是它的比例非常的小 它不是市售的尺寸 然後這一支錶是我在日本買到的 然後當時它是日本限定的版本 看到它的時候我也覺得 天啊我一定要帶它回家 可是我覺得買股東錶 就是有一點點風險 它沒有保證輸 然後它也沒有外面的 就是盒子啊 但當時我買回來之後 我有到Carnier的店上 請他們幫我鑑定 然後他們就說 喔恭喜你 你買到的是一支真錶 另外一支這支是勞力士的錶 然後 當時我會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之前我在巴黎的跳腳市場 我有看到另外一支 是浪琴的類似的錶款 當時我很想買它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的錶帶的部分是絨布的 我覺得絨布真的就會讓我有一種 很有質感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女生有時候穿禮服 就算是很luxury的禮服 但是你戴一支小錶鏡 但是是絨布的錶 其實它都很有氣質 很有品質 拿出我的藏錶 居然是這麼迷你版的 從來沒想過 但反而它們現在是我的新口號 真的到了30歲左右吧 就新 我覺得心境 然後跟穿著打扮 真的就不一樣 人不能太ticky 因為以前我真的都自居自己是 身體雖然是女生 但住著一個男人個性的 對很中性的女生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我發現 我顯影性的那種 女性特徵有越來越明顯 現在反而這種大錶鏡的錶 在我的穿搭上面就會顯得比較有難度 我覺得應該是說 整個人生也變得更多元化吧 以前就會覺得 帥性的女生一定要戴大錶啊 然後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要符合哪幾個既定的形象啊 但也不會啊 我現在戴小錶 我還是照樣穿牛仔褲穿靴子 還是一樣穿的很帥性 但是我覺得我的人生面向變多元了 但我也不知道我下一個十年 四十歲的時候 我又戴了什麼錶 我也不知道欸 我也蠻期待的